先给你们看一个楼盘 360度看完了什么感觉 哇,这也太密集了吧 我现在在贵州的贵阳 这个楼盘是贵阳的第一神盘花果园社区 花果园在贵州省内可以说是赫赫有名 它的居住人数大家猜猜看有多少 我估计你们都猜不出来 就这个社区居住了45万人 日均的人流量达到100万人次 入住的商户达到了4万多家 花果园社区它的居住人数 在国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应该是仅次于北京的通天院吧 要知道北京可是我们的一线城市里面的老大 贵阳只是西南的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 二三线城市 能够跟北京的通天院叫板 那也是真的是神奇了 你们看啊 这个是小区的内部 其中的一个区域 基本上非常方便的 你下来买东西 吃东西 买药 美发 诊所 什么都给你安排上了 非常的方便 买菜买水果 什么都有 这只是其中一个区域而已 对面还有一个区域 那个区域更方便 待会带大家去看 整个的一层都是一个商场 非常的方便 还有更神奇的 这个楼盘呢 曾经创下了国内的连续23个月的销售冠军 这么一个奇迹 比如说呢 连续23个月 在国内销售最多的就是这里 为什么能够做到 因为这里价格低呗 贵阳它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 2010年大时候 真的这边是靠近市中心的区域 还是非常脏乱差的棚户区 当时呢 市政府为了要更新 我们也要更新一下 要升级改造 所以就吸纳了社会的资本 对这一块进行了改造 那么社会资本呢 它肯定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回融资金 要快速 所以它就打出了低价 来吸引省内外的购帮者 来这边购帮 所以这个花果园社区 它是非常奇葩的 在靠近贵阳市中心的区域 能够以三四千块钱的 这么一个价格来买到 那也真的是够便宜了 在当时来说 这个价格其实一直维持到 2015年2016年 直到现在 现在这边的价格 应该也就是七八千 在一个省会来说 也算是非常了不起了 要知道这边可是几十万人的一个流量 而且旁边就是写字楼 可以上班的 非常的方便 那你说这个地方神不神奇 太神奇了 现在我们就走过这个人行天桥 过去另外一个区域这里 这里也是 对面也是花果园社区的 包括这些公寓 等等的都是了 你们看 现在过了人行天桥 直接就是到了 对面这个 就是一个商场 它的整个二楼 就是一个商场 全部店都是开着的 一楼其实也是了 一到晚上 可以说是相当的 越闹 你们看 这边这个区域呢 人更多 因为它旁边就是公寓 写字楼 走路就可以到了 非常方便 你看这个 简直就是一个城市 好热闹 好多人 路面又宽阔 你看 人家这些人走来走去的 出入也自由 外面的人也可以进来 就像是一个小城市 小县城一样 四十多万人 相当于是一个县城 有密集恐惧症的 可以略过了 你们看 这些房子 住的满满的 全是人 你们看 对面就是双子塔 这边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都是写字楼来的 那边是云产业示范基地 贵阳也是一个大数据中心 很多的网络公司 都把他们的数据中心 安放在贵阳 因为这边电便宜 用电便宜 所以就安放到这里 就隔了一条马路 上班 很方便 这边应该也要搞一个商场 估计是 这边很多企业也看中 这边未来的前景 纷纷布局这里 你看那边很多新建的楼盘 因为这里 现在就缺一条地铁 但是这个空白了 很快就会离不上了 在今年年底的话 三号线就通车了 三号线就是经过这里 所以花果园的朋友 很快就可以享受地铁的服务了 三号线通车的话 肯定是一件大事了 所以这边 不论是楼盘也好 商铺也好 什么的 都是有真实的空间 现在实体经济不是很不发达吗 但是这边绝对是个例外 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看看 这边晚上是有多热闹 实体经济在这里 真的 完全是另外一副面貌 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 你看这边 现在建议很多商区 肯定很有险景 低收入群体来说 这边也是一个福地 这么密集的房子 楼挨着楼 它的租金 相对于其他 国内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市中心来说 相对便宜一些 特别是像这种 这种高楼 高楼来说 相对还是便宜的 你像广州的话 这样的楼 最少要一千块钱 整住的话 那这边的话 好像几百块钱就能够做到 还是比较便宜的 对低收入群体来说 也算是一个福音 花果园 其实就是贵阳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它想快速的实现城镇化 它最快的方式就是这么搞 利用社会资本 用最高的利用率 来创造这个片区 创造一个片区 然后吸引省内外的投资者 或者说要住房的来这边入住 提高入住率 然后创造一个社区出来 算是一个落后地区 想发展城市化的一个典范了 其实这个其他地方也可以学一学吧 我觉得城市烟火气 现在说现在很多地方强调舒适居住 对吧 也是可以 但是你说很多的社会底层人士 他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对吧 但是他又想住这样一些房子 又不想住那种城中村什么的 其实在这里 其实也是一个范本来的 这里现在也不贵嘛 七千多 要上车的话 相对还是容易一些 那么说那么多了 你们看好这里未来的发展吗 把你们的心里面的答案 评论区告诉我吧 谢谢大家